其实今天的说法也被指说 怎么跟他之前讲的都不一样呢 尤其被问到说 柯文哲家被搜索的那一天 简连说他整整一个小时拒绝开门 这是不是故意拖延呢 结果陈佩琪就说 其实我没有注意到 简方是几点到的 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可是外界说 你当时不是曾经说过一个小时吗 现在怎么又说不知道 我不晓得我进去的 我到达的时候 到底已经是他们到那边时候的多久 那几点到 因为那时候有点慌恼 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几点到 我打电话去那时候 我记得是还在睡觉 他就梳洗一下就是出门 那时候我真的没有记得说几点到 所以是您看到洗澡跟上洗手机 那时候我上去的时候看到的情况 那时候我不晓得说 他已经打电话给他多久 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所以我不在 我只是说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了 但是之前有隔多久了 这个我不知道 小儿子现在都四上各地 也不敢回家了 所以整个家 就是超加灭毒 这样的确也达到效果了 我们就是已经家破人亡这样子 我没有不明的金流 我都是一些清清白白 正正当当来源的一个千财 那时候我去找一个人 那时候我给你帮我 我一直都说 我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你帮我 就辞着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